什么才是谋杀的最高境界 那就是让死者亲手杀死自己 而这种谋杀的方式叫做意外 男人名叫阿勒 是一名专业的意外杀手 他最擅长制造各种意外 从而达到杀人与无形的地步 这天晚上 他像往常一样和同伴制造了一场意外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然而就在几人准备收工时 同伙胖子却不幸被大巴车撞死 临死前 胖子询问阿勒他的死是不是意外 听到这话 阿勒顿时心头一紧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显然是有同行在搞他 他根本不相信胖子的死是意外 由于不能暴露身份 阿勒只好迅速逃离现场 回家后 阿勒突然发现 家门口的叶子竟然掉了 而且门还是开着的 只见家里到处都是警察 好在警察并不是来抓他 原来阿勒租住的公寓 发生了一起连环盗窃案 警察正在收集证据 阿勒看到保险箱里的钱全被偷了 瞬间他就意识到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他 不过当务之急 是先要救出杀害胖子的凶手 阿勒先是拔掉电话卡 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随后他便立即展开了调查 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老白 经过跟踪调查发现 原来老白患有严重的健忘症 根本没有能力杀害胖子 排除掉老白的嫌疑后 阿勒又开始跟踪起了 上一次的客户眼镜男 经过几天的调查 阿勒发现眼镜男和一个保险员 似乎有着什么秘密 这让阿勒瞬间起了疑心 为了验证猜想 阿勒一路尾随保险员 确认保险员的地址后 阿勒又立马在他楼下租了间房子 随后他趁保险员不在家 偷偷潜入房间装上了监听器 就这样 保险员的一举一动 全都被阿勒掌控 可监听了好几天 阿勒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天半夜 阿勒突然听到保险员在打电话 另外那个客户进行的怎么样 六十几岁那个啊 我去跟你讲过了 让阿勒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 他的搭档老白就从楼上摔了下来 当场断了气 另外那个客户进行的怎么样 六十几岁那个 阿勒立马意识到保险员真的是同行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如果真是这样 那吓一个死的就是自己了 没办法 阿勒只好继续跟踪保险员 结果在跟踪保险员的路上 他意外看到了眼镜男 只见眼镜男鬼鬼祟祟将一个文件袋放进车里 接着便匆忙离开 可谁知没多久 阿湘却突然出现 显然阿湘和眼镜男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阿勒立马打电话质问阿湘 阿湘解释说 自己只是来拿上次的报酬 拿到之后就给大家分钱 可收钱的活一直都是胖子的工作 除了胖子没人知道收钱的方式 阿湘告诉阿勒 这是胖子之前透露给他的 面对阿湘的解释 阿勒一个字都不相信 他认为一定是阿湘联合保险员害死的胖子 显然阿湘在阿勒面前失去了信任 阿湘气得直接就把电话摔了 阿勒见状果断打开了消防报警器 下一秒 松动的阀门瞬间就喷了出去 正好击中了阿湘 解决掉阿湘后 接下来就是保险员了 可就在阿勒打算继续跟踪保险员时 突然他就看到有人跳楼自杀 而死的不是别人 正是眼镜男 显然保险员是想拿走眼镜男父亲的宝费 时间不多了 阿勒必须要制造一场意外杀掉保险员 不然的话 自己就会被保险员杀掉 于是阿勒继续监听 可结果他却发现 监听器竟然被拆掉了 不仅如此 阿勒还看到房东和保险员鬼鬼祟祟 不知在说些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窗外又突然出现一道人影 这下可把阿勒吓得不轻 难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容不得多想 阿勒立马跑出了房间 结果 他竟和保险员撞而的正正 还好保险员没有对阿勒动手 阿勒知道不能再等了 必须要赶紧动手杀掉保险员 他来到楼下的施工现场 经过缜密的策划后 阿勒一脚踢向了捕风机 瞬间整个工地扬起大量灰尘 此时保险员正好和女友经过此处 阿勒掐准时间按下了手里的遥控器 只见一旁的汽车立马反射出强烈的凉波 不出意外的话 保险员马上就会死于意外 然而就在这时 阿勒却突然接到老白的电话 原来老白没有死 并且他还想起了一些事 而且胖子也是他害死的 那晚是他没有拿稳皮球 结果皮球滚到了马路上 大巴车为了躲避皮球 才失控撞死胖子 胖子的死亡确实是个意外 得知真相后 阿勒的内心犹如晴天霹雳 原来自己一开始就是错了 他想要阻止这场意外 于是他拼命地跑向前方 打算用身体挡住强光 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反射的阳光正好照到司机眼镜 只见车子瞬间失控 接着便撞向了保险员的女友 就这样 女友当场惨死在车底 容不得多想 阿勒赶紧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 然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保险员却冲到他面前 接着就狠狠捅了他一包 原来就在刚才阿勒急忙去挡阳光时 正好被保险员看到 只有制造意外的人 才能够预判提前发生的事 阿勒没想到 自己一生制造了那么多意外 结果到最后 却被自己假想的意外给害死了